各位觀眾大家好,又來到共聚短打的時間 今集我帶來一瓶又是我黑落地下拿回來的酒 在我面前這瓶,你看我的標籤也很特別 這瓶很新派的,整個設計很新派 來自瓶的瓶瓶的名字叫Bibich 這瓶是R6的攝影機 歐洲的13% 這瓶酒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講一下Bibich 這瓶瓶瓶在哈羅尼有另一個地方叫Sibarnik 這兒是Bibich城市附近一個 당연 loca 代表Sibarnik 斯文涖出名的是一個很好的教堂 Sibarnik 是附近居民地入口有名的日本區 日本區的人叫Kurka 如果大家去旅行,就去看瀑布 因爲 Kerga 是很有名的瀑布 在 Skrari 上船,沿著河上去看瀑布 整個地區最有名是生產一隻紅葡萄 只有這個地區才比較多 葡萄的名字都聽著 葡萄名叫 Bip Beach 葡萄名叫 Bar Beach 很大件事 很混亂 葡萄名叫 Bar Beach 但這瓶 R6 的葡萄 這瓶不是100% Bar Beach 它是 Bar Beach 為主 但另外加了兩種葡萄 一種叫 Plavinia 一種叫 La Sina 兩種葡萄我都不太熟 因爲在哈羅尼亞也是 這兩種葡萄除了在 Blend 裡面 可能會見到以外 基本上不會見到這兩種葡萄 我只知道兩種都是紅葡萄 兩種都是厚皮的 還有兩種都是比較重 酸度的 就是這麼多 因爲基本上沒有人單一去做這兩種葡萄 都不完全不知道有什麼狀態 但 Bar Beach 這個葡萄 若是 Bar Beach 比較多 是100% Bar Beach 但這瓶不是 但 Bar Beach 就是一種 所以這兩種葡萄 重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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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些厲害的葡萄 但是它跟 Plavinia 有點不同 因爲它的酒量度會低一點 譬如這瓶只有13%的酒量 如果你看到那些 Plavinia 多數是 15-16-17%的酒量 所以是很不同的 那 Bar Beach 這個葡萄 我覺得是克羅尼亞 其實是一個後喜之壽 是很有機會的 是一個明日之星 爲什麽呢 因爲它雖然是夠 Power 夠強 夠 Body 夠 Tenant 但是它低 alcohol 它沒有酒量爆到那麽厲害的 所以在現在的趨勢 其實整個世界的趨勢 都是偏向想要少一點 alcohol level 尤其有些國家 好像這裏 新加坡 就是低 alcohol level % 計稅 16%當然就沒有那麼好處 所以是13%比較好處 這瓶酒呢 這瓶 R6 就是2017年的 Vintage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 label 有一件事 它前面 label 沒年份 後面 label 看得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整個黑落地的中間才出現了年份 很難看的 2017年的這瓶 這瓶酒 為什麽我抵抗它 為什麽我抵抗它 就是我起初開了針 大約兩個小時 我倒出來 覺得它很硬很軟 都沒有 那個 structure 給不到 我便將它抵抗它 這瓶酒 有一個特色 如果你Google 搜尋 我便看過它的背景 原來這是當選了 New York Times 的其中一瓶 Best Twenty Wines Under $20 即20美元以下的其中一瓶酒 其實這間酒莊我是沒有去過的 但是我在西班尼克的城市 在餐廳裡 聽視訊跟我說 我也很推薦這間酒莊 他覺得西班尼克附近酒區最好的是這間酒莊 我這間酒莊沒有去酒莊 所以我不熟悉這間酒莊 因為其實一倒出來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這個香度 非常之香 味道是撲鼻的 一直衝出來 而在Decan 後 我發現其實是一直增加的 首先看顏色 顏色不是深至Prabaxmali 顏色是少許Ruby 像中間的食材 但聞到呢 哇 勁度十足 鋪鼻 果香 香料 非常多的香料 非常多的香料 有香料很吸引 我相信這酒一定是有木桶 所以它叫做reserver 然後它叫做spiciness 我頗肯定的東西 它不是用全新六種的 應該是一種新的 兩種屋都會有 我一般的味道 也會有很多 一般的味道 我一般的味道 有些味道 的味道 再吸引 很嚇人 在味道 一般的味道 一般的味道 非常強的力量 一般一般的味道 它的酸度一直帶上來 它的酸度我會覺得是非常好做得 一點都不膩 你喝完一口絕對令你想喝第二口 而且它非常 complex 有第三口的味道 給你的 palate 可以一直有變化 第一口有些果 第二口有多些香料 第三口的味道 感覺到酸度慢慢滴到後味道 但是後味道的酸度從頭到尾 非常之完美 而且這酒我覺得是非常值得 以黑羅地亞酒來說真的不貴 因為黑羅地亞酒以東歐來說是偏貴的 這個地區算是產品最貴的 那麼多個東歐國家 我一直想喝多一口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酸度實在太美 酸度可以令你一點都不美 哇 其實我是其中一瓶最刺激的 在黑羅地亞酒的酒 就是巴比奇這個葡萄 一定要記住 我覺得它的能力 比起大名牌巴巴巴斯瑪利 可能是有過之以後不及的 千萬不要太少這個葡萄 你說這個葡萄 這個葡萄在Skratin 那裡其實是有的 這間葡萄在Skratin 是內陸少許 又不是完全內陸 剛剛在Sibarney 進入了內陸 其實都是沿著一個海灣的 但是最多這間葡萄最好的 其實是在Skratin 在Skratin 外面少許的 叫Primostin 沿海有一堆葡萄 又是很斜的斜坡 對著海 那堆葡萄 是做得最好的 所以我希望 遲些有機會再找多些這隻葡萄 跟大家介紹一下 幾分 這間酒的價錢 我剛才看回我的價錢單 這間是13.3元 在免稅店購買的 到底玩 如果這間酒 你睜著眼睜著 20元 開外的酒 所以我覺得這間是超值的 我會給他 A++ 一位最好的 非常好 今集葡萄會 葡萄斷拉和解釋人 先說這麼多 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Rekazine的節目 想支持我們繼續營運 和製作更多好的節目 記得幫忙 Like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加入Rekazine的Patreon會員計劃 每個月是5元美金 就可以收聽收看到 我們一些獨家的節目內容 和會員優惠的支持網台 支持Rekazine加入我們的Patreon頻道 多謝支持 倒下集加入 你7分內閒 內閒 2分內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